班里大 刘永栋 班长大人 真优秀呀 这变脸的速度 不去演京剧都可惜了 张才发你说啥 没啥 我也夸你了 你是不是真拿我当傻子呢 老师来着 老师您咋自己拿这么多书呢 重不重呀 下回这种出火你招呼我一声 我替您去拿呀 好了 我们闲言扫叙 我们班的副班长已经空出来一段时间了 经过我的生死鼠力 我决定任命牛爱花为我们班的副班长 感谢老师您对我的信任 以后我一定努力学习 多为班级做贡献 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漂亮话谁也不会是我呀 关键还得看实际行动 就怕有些人说一套做一套 是是是 郑班长您教训的是 以后还得跟你多学习 希望以后能跟你一样 一起为老师排友解难 好 我期待你的表现 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得去开个会 对 王霞班长你维持下班级纪律 好的 老师 有我在你就放心去吧 是吗 这是我咋不知道呢 啥时候我想的 你们都别吵了 能不能认真学习了 你还要花咱俩谁是郑班长 我都没说话呢 轮得到你发言吗 对不起啊班长 我主要是看您太累了 想帮您分担一点 这时间还早着呢 估计老师一时半活也回不来 要不您趴着睡会儿 一会儿老师来了我提醒你 还挺懂事儿 行吧 那你替我管好纪律 我怕会儿 是吗 嘿嘿嘿嘿 老师来了 嘿嘿嘿 你们能不能别说话了 班长还在睡觉呢 一会儿给他吵醒来 他又要发火了 王霞班长 我让你管纪律 你给他睡上了 站起来 刚班级来了个学霸 王霞 我听说这次学校举行的数学竞赛 老师点名让你去参加呀 是的 我听说每个班好像只有一个名额 老师给你了 那你以为呢 咱班除了我 谁还有这个实力 可以在全校的数学竞赛上 脱影而出呀 难道让牛二花你这菜鸡去呀 那么给班级抹黑吗 那也不是没有吧 我感觉张三发就行呀 哎 这有我啥事呀 王霞 这比赛我不参加啊 你放心 我当然知道你不参加了 全班只有一个名额 老师给了我 那孰强孰弱 我想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吧 可是我怎么听说 老师一开始打算让张三发去参加的 他不去才选的你 你胡说 这怎么可能 就算真是这样 那也是张三发他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不如我 索性把名额让出来 你说这话哪这么没底气呢 是不是连你自己都觉得 这理由太荒谬了 哪哪荒谬了 我觉得很合理呀 你就别给这强识夺理了 我觉得吧 要证明你俩到底谁强还不简单吗 比一场不就完了吗 比就比呗 你敢吗张三发 我觉得没必要吧 你学习是为了你自己 不需要跟别人证明你比谁强 看到没 不是我不比 是他压根就不敢 是怂了 小学渣 你说谁学渣呢 我就说你咋的 有能耐就光明正大跟我比一场 你要是赢了 这次比赛你去参加 以后你叫我王学渣都行 张三发你咋那么怂呢 跟他比 对太欺负人了 跟他比三发 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行 比就比呗 张三发在教师吗 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老师你让校长先得一等 我俩可能比赛呢 比啥呀 老师他俩比数学呢 赢得去参加这次数学竞赛 那不用比了 张三发参加不了 王霞你是我清点的 就你参加 看见没 老师都说了 我是他清点的 老师你是不是也知道 张三发的水平不如我 所以直接给他淘汰了呀 不是这样的 恰恰相反 张三发已经连续三届全校第一了 再去参加也没啥意思 校长让他去当你们这次比赛的评委了 啊 这谁厉害呢 就显而易见了吧 王学渣 你别笑 我让你管纪律 你得在睡上觉了 待会跟我来上办公室 完了 哎呦 这可有人要遭殃了 这一下我估计班长要换人了 班长对不起 都怪我刚才没有及时提醒你 害你被抓了个现行 你还好意思说啊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了我还 这下被你害死了 班长我给你出个点子吧 一会你就跟老师说 是晚上学习学太晚了才犯困 这理由也太别角了吧 这老是能信吗 没事 待会我去给你做证你怕啥呀 行吧 希望老师能相信咱 放心吧 咱俩一块去老师肯定能相信 你牛爱花能有这么好心 王鹏你说啥呢 就我跟班长这关系 我不帮他我帮谁呀 谢谢你牛爱花 你真好 来你说说吧 身为班长上课带头睡觉 你咋想的呀 我昨天熬夜学习太晚了 白天这么长时间还不够学吗 晚上还得加班加点呀 我就是不甘心 每次考的都不如张三发 所以每天回寝室 我都会多学几个小时 牛爱花她可以替我作证 班长你就别骗老师了 老师说我不好 昨天在寝室班长玩手机的时候 我就应该自知他的 可是我一个副班长 他毕竟是正班长 我也不好说啥 牛爱花你说什么呢 你 你刚才 你 你刚才 你 你是否到了我的梦 有我困在你床床 冷写一废花白月 一生一生会消失 请愿你到了我的梦 让你我陌路相逢 无边放逐记忆里 任世间抹选 垂垂怀怀怀怀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这不是你 汉水 那个女人 我记得你 Bou